主席 委員 各位長官 大家好 我是海口里的徐喬瑩 首先 我要強烈的慎重的表明 我們沒有反對航空城的開花 我們只想從輪載後的季落 徵收中剔除 反搬遷 反徵收 這才是我的事情 今天我們來參與桃園航空城土地徵收審議大會 這個活動 希望各位長官委員 能聽到我很無奈的事情的心聲 真的莫名其妙的被納入徵收 我們又不屬於人載後的季落 我們也從未接收到任何的開會通知 因為我原本就沒有在航空城的土地徵收範圍內 自從人載或季落被納入徵收 我也跟著莫名其妙的被納入了人載或季落 如何可以代表我的意見 我真的蒙在鼓裡 我們是不是很無奈將心比心 恳請各位長官委員幫幫我們 為我們伸張正義 想請問政府機關單位 既然一開始我就沒有被交通部銀行局 納入徵收的範圍 那就是代表我們這裡沒有公益性 必要性 需要性 那為何還要我的這塊土地呢 真的很無奈 蒙在鼓裡的我們 我們又不屬於人載後的季落 希望各位 希望交通部銀行局政府機關各單位 能聽到我的無奈的反抗聲音 事情 不要作業無粗的草率 麻煩陳長官各位委員 尊重我們的人權 把我們的生命財權權 寄住權無禮的孤獨 我們是將抗爭到底 堅決反對搬遷 反對徵收 再來就是 我的嫂子 他有一個中風的老公 他真的堅持要邀請替遲徵收 牆內的表明 要從人載後來徵收替遲 我嫂子是居住在 海口里士林離港路的35號 我們家的期益 並不屬於人載後的季落 況且 他也是從來沒有接收到任何的開會通知單 也是莫名其妙的被納入徵收了 蔡佑到了不久 又收到誰意叫給我通知單 很快就要來收地上戶茶菇 也沒接收到通知就要來茶菇了 茶菇人又沒有佩戴證件 只說今天茶菇士林就要進來 他人不在 他只有一個人 他要幫人家種菜苗 幫林工 一天種了不少錢 有做才有錢 真的家裡只有中風的老公 行動又不便 回來老公說 今天有人要來第三戶茶菇 又沒有進來 那時候正式嫌 第二屆的里長期間 為何要這個時候來茶菇呢 真的也質疑 請政府機關單位 誰自我們的門脈 也希望交通部民航局 挺丁民意新生 不要作業 日子草帥 真的我嫂子 真的只有一個人 他真的有做才有錢 他像今天他有來 今天沒有種菜苗 也是沒有種 有做一個鐘頭才一百多塊 所以真的沒有無力 所以我們住在那邊好好的 既然是 本來就沒有被鬧枝徵收了 當然我們 我們就不屬於人載後的紀錄 當然我們要從人載後的 人載後 替辭 人載後的徵收中替辭 真的感謝各位委員 請幫幫我們 我們真的要替辭 反對徵收 謝謝各位委員 謝謝 這個王嫂子有來 他真的 謝謝謝謝 有一個人都不變得老 請冷靜 好不好 謝謝 我們要請徐弓平